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是午夜騎士團 我們是午夜騎士團 午夜騎士團繼續在這裡跟大家說特攝的東西 夜媽媽 下雨 我們沒有線胎沒有用光頭胎 沒有線胎騎馬又沒有墮馬 幸好沒有遇到一個濕滑的司機 幸好今天不是星期三 我們是騎士 我們不是騎士 那各位騎士先說一下自己的名字 蠍子王 吉 今天我們三個說的一件事就是近期都快要上映 或者大家在聽的時候可能剛剛看完 就是那一兩天 很期待 年輕的觀眾可能有點陌生 應該不會太陌生 因為其實大台間都會播放 暑假復活節 我試過在飛機看 лет 你見過那個怪獸還是電影 不是只是在飛機看的 你記不記得 不姓 很會很 pend 我沒睡覺 趕快去加拿大 Profess exponentially不會跟著它動作 28 不會 好像我的身形一樣版本 和相因為似一樣 其實我們那一代之前的上一代,可能才是最熟悉的一群 一定 因為我們從現在講起,電影剛剛上 2014年那一套,今天是新版的哥斯拉 十年前,其實也有一套,美國電影 美國那一套是98年,十幾年,四年前 然後到了我們90年代的時候,我們是80後 我跟阿吉那時候,應該都是租碟的時候才有這些帽子 我想是,我那時候是靠這個顏色 幸好小弟記憶當年,已經有VCD VCD那時候出了很多 不是錄影帽子 還有它最有趣的地方是,以前是電影,一向都是電影 到了VCD盛行的年代,連一些香港沒有上過的電影都可以看 非常好,還有中文字幕 因為那時候,如果公司的租帶,就是它不是套套回齊 因為太多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是跟代理有關的 因為正式租帶的那些,其實他們都是要跟正式香港有發行的官方的機構 但是很可惜,大家也知道日本的電影和動漫是哪一間代理 你懂得,但是你懂得 那它不代理你這一隻過來,它就沒有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得到的東西是不完整的 我小時候,我們之後慢慢說,其實歌詞有很多代理 跟拉打的那些,可能還差不多 是很久的,拉打,很久很多 我跟那個有個代數 很多代數 很多代目 我看的時候,開始覺得,挺有趣的 我那時候腦海面是一隻巨大的生物 恐龍的問題 恐龍的問題 是一個人,裡面是一個人 裡面是一個大叔,他老公姓哥 然後我就覺得,咦?為什麼那隻歌詞左右肩膀有水晶 其實那就是我第一個印象 我覺得很有趣,我扔了一些石頭,然後為什麼有機械 你第一個印象就錯了 就是其中一代,不要這樣說 其中一個變形 因為我租回來就先租了餅 很多朋友一看到DK,就以為那個就是蒙面超人 錯了 或者是向鬼之類的 錯了 拿回去之後,我就看了 看完之後,沒有什麼大印象 因為實在太多 對於那時候來說 不懂得印象裡面的餡 那時候不夠重口味 但可以這麼說,太直老 都是那些 它蓋過水晶在裡面,口味已經比較濃 但還未到你的標準 對呀,對呀,對呀 趁2014年,又出道新電影 我們是有義母 我們作為一個午夜騎士團 就是騎士精神,有義母 將舊東西挖回去給DK 其實我們應該是午夜坐地團 午夜坐地團 對呀,對呀 對呀,說一下這個真真正正的開頭 對呀,都整個五十年代 上個世紀了 1954年 說得很遠,上個世紀 你沒有說錯 沒有說錯,我們現在是2014年 對呀,沒有說錯 整整六十年 對,六十年前 如果有哥斯拉同時間出生的朋友 到今時今日,都是放六十大壽 差不多可以退休和拿生果棍 應該有孫 假設那時候他五歲看第一套 現在六十,不知道剛剛退休就是起婚 剛剛是退休 就去看 其實也想不到 沒有,我嘗試了一個年輕的觀眾角度去看 你有沒有想到這段影片的原始 是一個,我好說不好聽 真的是粵語長片 黑白片 當年是黑白片 當年沒有彩色 不是沒有,是沒有流行 因為很貴,黑彩色 很貴 你想想,都是一件很遠古的事 真是幻想 我想當初製造這件的那麼多位員工 幕後功臣 他都沒有想過六十年後 今天這件仍然可以這麼成功 我想第一個穿在這個膠套裏面 做歌斯拉那位皮套演員 心一成 那位大叔 今時今日,如果他都還在的話 他應該非常安慰 是 當年我看他的樣子都應該有三十歲 撇除歌斯拉,這個故事也不介紹 其實這個Category 先是一個特攝界的元祖 大家覺得 我覺得他真的是第一套特攝 在我的定義中,他真的是第一套特攝 因為之前的所謂科幻片 即使有巨型怪獸這些東西 都是用Stop Motion Animation的方法 用一些模型去拍出來 即是當年外國那套King Kong 即是第一套 都是Stop Motion 其實當年大家認識的有名的大怪獸 就是只有King Kong和馬克思拉 全世界都只有這樣 King Kong是用Stop Motion Animation的方法拍的 即是像拍泥膠那一套 即是像《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那一套 第一代 第一代,當然是第一代 接著有一個數碼修復版 而且近五、六年前有一套 那一套已經全CG 那時候只有Stop Motion Animation的科幻片 你勉強有特色元素的東西 即使歐洲也有人拍一些科幻片 例如扮外星人那些 就是一個人穿著一套衣服扮外星人 或者扮機械人 或者扮機械人 那類的 扮機械人 但是它並不是整套戲的主角人物 並不是Focus的位置 直至哥斯拉 因為當時日本人想拍這樣的特色 叫科幻片 但是拍的大概就奈何 沒有錢 錢不夠 那要想方法去解決它 就想一下 如果我拍Stop Motion Animation 我逐間拍浪費的時間很久 剪片的功夫又多 還有又不順 又不順 即是當年的科技 很難做到這麼順 不流暢 不如直接弄一套膠套 然後找一個人站進去拍直接的電影 我覺得這個是幼稚園的舞台劇 後面那些懂得動的樹 的衍生 前面那些草 有幾層樓 有幾層樓 樹在後面 一些船 在前面移動一下 樹是這樣的 就是喜歡找一些大人 比較頑皮的學生 就是拍電影的那些 就是後面這樣移動 就有板樹 我忘記在那裡聊天 樹前面就有花 其實是有層次的 他現在的歌斯拉也是 歌斯拉後面有雲 前面就有幾棟大廈 再前面有一些船 再前面就是補機 不是 是人 嘩 走光 然後再前面才是補機 那個人應該是剪下去的 人是小顆的 人在實景上拍的 後面就這樣 搭飛林 其實用現在的角度來看 都不我思議 特殊片始祖 不是英雄 我想說 不是英雄 是怪獸 是隻怪獸 是隻怪獸 是隻怪獸開創了這一門拍法 就是把這個拍法發揚光大 所以才有特殊片這個category 這個名字其實到60年代才有 如果你要用特殊片的definition去看 其實最早第一套就是歌斯拉 所以其實2014年這部片 都有幾大的意義 是的 60年後的今天強勢回歸 雖然並不是一套特殊 已經是CG片 我老實說 為什麼我們搞五夜騎士團 就是因為 英雄的世界已經再不是在特殊裏面 太多東西了 太多東西可以是英雄 才變成五夜騎士團 可能用特殊也發揮不到 比較難 還有現在的觀眾應該不能夠接受 還有我覺得現在的特殊片都加大量CG 都不可能加 去到現在又開始分不分清 我想特殊片和CG元素 以前有莊銅限的地位 以前的CG是激光 爆炸 到現在 以反客為主 以前爆炸都不用CG 以前爆炸真的用火藥炸 到現在的CG 開始爆炸 你是英雄 裝備有的是CG 又不是很英雄 到現在 有英雄 都不用你做了 我電腦就搞定 連英雄也是電腦 這是現在的情況 其實我想說一些有關哥斯拉的背景 亦有關歷史的背景 其實不單止哥斯拉是這樣的 哥斯拉原本製作的那間公司 就是東寶 東寶珠色匯石 大家都很熟 不知道是太陽還是什麼 就爆發了 就是它的Logo 這間公司其實在拍哥斯拉之前 其實它主要拍戰爭電影 它是突然間轉氣路 變成拍哥斯拉的 即是那些武士片的意思 不是武士 五次大戰的戰爭片 戰爭片 戰爭片 現代戰爭片 現代戰爭片 是 是 是哥斯拉這裏開始 它突然間 轉去拍特攝 好像有些東西 很奇怪的 這個現象 整間公司轉氣路 這個現象 不單止是它是這樣的 不單止是東寶是這樣的 整個日本都是這樣 是 我們經常都很喜歡 那位石森老師 是 其實為什麼蒙面超人 蒙面超人系列 為什麼是沒有用武器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超和系 超和系 當然 平成已經是另計了 我講的是石森老師的筆下 石森老師的筆下 石森老師的筆下 畫到黑色都很多是拳頭膠 從來不弄武器 你看看 就算是石森老師的 你說他是老師 亦師亦友的 首寵自從先生 他都是畫很多武士的東西 但是 去到某一個項目 突然間轉了 就變成小飛俠 你有沒有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 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除了外星人之外 應該有其他解釋 除了說武器 他有沒有想到這麼好賣之外 應該再說解釋 其實當年是因為一些條約的問題 因為日本在戰後輸了 即是叫戰敗國 美國當時跟他簽的那個叫做 條約 那個戰爭條約 完了戰爭條約之後 他們是有一個文化的限制 在他們的文化作品裏面 是不可以有任何復仇的概念 以及不可以用武器去打鬥 所以由原本 即是這些漫畫家 可能畫開的漫畫裏面 那些武士要拿刀斬人的 都變成用拳頭打的 那些是支三四浪的 的確是 就變了畫油道 還有拉打噴尺 所以拉打最厲害是拉打 踢你而已 就是這樣 石森很有趣 把整個拉打變成武器 他自己本身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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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基於這個背景 所以很多電影公司 他們要轉個別的方法 由原本是拍開打鬥的東西 就要轉成一些 那種打鬥都要變成另類 但如果你說一隻怪獸去打 不同 沒有問題 我沒有拍戰爭 不過是軍隊打怪獸 不是戰爭 沒有問題 戰爭是人和人打 人打怪獸 人打怪獸就沒有問題 我要學習X-Men First Class 戰爭是兩方面 都是勢軍力敵 有機會贏才算是戰爭 那你現在很明顯是 一個強弱懸殊的狀態 什麼叫弱殺 最初不是弱殺 最初是秒殺 是怪獸秒殺人類 秒殺 到最後是人類秒殺怪獸 有很多電影公司 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這個條約的關係 而要轉變氣勞 算是在一個無心插樓 或是迫著要 像你所說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迫著想一個新的 新的有些什麼呢 想著想著 無端端造成一個 不如造成一個很高的怪獸 在一個城市裏 搞破壞 我記得 他第一套 哥斯拉的那位製作人 他原本 不斷在想 他應該找些什麼來拍 他去美國開會 開完會之後 他搭飛機回日本 飛機 經過日本被原爆爆的地方 廣島上空 廣島上空 他看回去 接著他們忽發奇想 如果 核彈爆的時候 影響了的不是人 影響了動物 動物是一條蜥蜴 蜥蜴變大 走上來會怎樣 這就是他的想法 那時候沒有去到這麼厲害的 因為我先說 田中先生 田中有行先生 他在美國開完會回來 美國那時候播什麼呢 他看完King Kong 他看完King Kong 之後 經過廣島上空 看到下面生靈塗炭 尾血流成河 然後他開始想死 沒有血的 應該怎樣 其實他的構思就是 原爆或核爆 然後不小心 吵醒了地上的東西 他叫太古生物 類似恐龍 這個之後就是 大部份英國怪獸出現的原因 對 都是因為被你爆醒了 在這個設定之下 就開始有了 所謂哥斯拉的原型 而且他五四年的第一套歌詞 裡面 他也用回那時候最熱的新聞 就是有一條船 那個船 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第五福龍縣 第五福龍縣 縣即是號 其實應該是步漁船 一艘普通的漁船 很普通 很普通 吞拿船 這條吞拿船 是一天暴雨 不小心走那次 美軍嘗試做輕彈實驗 應該說 美軍當時在日本 有一些海域 他們是畫了一條輕彈實驗 但是漁船很不幸 走得很近 他們不是進去走得很近 走得很近 其實原本都沒事 因為它跨了 但是誰不知 那天沒有濕滑 又沒有下雨 但是真的有一個粗心大意的美軍工程師 不知誰 計錯數 爆大了 爆大蛋 今晚爆大了 它好像爆大了2.5倍 爆到很大 它的圓圈 我計你爆大2.5公里都算了 你跟我說2.5倍 所以它的圓圈就跨大了 那個很不幸運的吞牙船 就受了感染 出了士林 好像有一個人死了 有一個人身亡 其餘那些都有事 有些輻射病 所以官方 或者在日本的時候 就說 最初一批受這些輻射感染的人 他又將這件事 混合在他剛才在飛機上想的方法 除了廣島核爆被影響的人之外 他們就是一批 之後受到核能影響的人 不是廣島的居民 只不過是之後的一些故事 當時的另一宗新聞 因為5.4年那部電影中 也有影射這個事件 是的 即是他怎樣去發現到 歌詩拉或歌詩拉怎樣 其實他之前有說過這個事件 其實那時候也算挺貼體的 亦都開創了 可以說是開創了一些特設 或者其他電影 和真實歷史元素掛鉤的 所以為什麼可以叫做科幻 他又不是純粹幻想 是有少量的 有些史實可以跟回 而這個科幻的科幻 我覺得近期這幾年其實又貼得中 我們可以在第二節再講 也是一個不覺意 也是一個不覺意 這件事都頗害怕 其實講了歌詩拉 起碼原來是這麼多年 即是沒有人知道歌詩 即是香港 有沒有人知道究竟歌詩拉 這三個字是怎樣的 我只是知道通驅佬有一個 叫歌詩拉很厲害 我只是知道有一個 老公姓歌 所以他一定要叫歌詩拉 我小時候 嫌隔鄰居的Ci很煩 我就叫做歌詩拉 OK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其實歌詩拉譯音 即是一個音譯 歌詩拉這個字 歌詩拉就是英文轉譯 日文轉譯 日文就叫做 歌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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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名字 都頗異意義深遠 因為他就是歌詩拉 歌這個字 Stand for Gorilla 即是黑猩猩 即是很大隻 我很喜歡那些 另外 都想訓練到的身形 即是King King 即是King Kong 是King Kong 其實整個字是解作 King Kong和鯨魚的合體 即是很大力 而又會游泳 而又巨大 又巨大 所以就叫做葛詩拉 而且你說日本人說 形容海底的很巨大的生物 都是用一個字來形容的文章 就是支拉 還是什麼 就是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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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英文會變成格斯拉 他只是用一個接近的音 但是他那個GOD 這三個字 我覺得都頗 因為他最初 因為日版 這個歌詩拉在日本播的時間 他就叫做歌詩拉子誕生 但是他去到美國的尾版的時候 他是叫做King of the Monster 怪獸王 怪獸之王 所以就給他一個God字 最上級最強的那個 你有什麼比God Godzilla 是支拉 這個強蹤之神 OK的支拉 你懂得 懂的 其實歌詩拉 即是東寶當年 拍攝的電影 即是歌詩拉這一套 除了他 都算是特攝的始祖之外 以一個電影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都頗好看 我覺得不錯 那一套認真的電影 即是五四年那一套 月雨長片 那時候我還在用一副欣賞月雨長片的角度來看 他是日雨殘片 是日雨殘片 我從電腦看 那些反差、光暗位、構圖、所有人 走位、擺位、鏡頭等 OK的 正經 正經 即是他認真做 即是他不是隨便 即是他不是獵奇怪獸片 不是 他真是一套正正經經 正正色色的電影 也不是兒童鄉 又不是兒童鄉 不是兒童鄉 不是兒童鄉的拍法 不是走走咬咬咬咬咬咬咬 不是這樣 不是朝朝砰砰 以電影角度來看 他確實是一套挺好的作品 而且美感也有 即是你說哥斯拉的造型是否美感 即是好看個人 即是我覺得都可以 在那時候來講 第一個想的 都想到這樣 就維持了60年 我覺得算不可以 但撇除那些文腸戲 其實如果大家讀電影的人可以去參考一下 還有現在香港仔都用回那些模型 即是那套電影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有趣的 你明白嗎 是啊 Greeny 是啊 Greeny 你看了嗎 我看了 很可愛 不知為何 這些就是經典 它有影響 不是為何叫經典 就是它可以吸引其他人 其實時間上就差不多 不過我也想講一點 因為哥斯拉這套電影 對於我的感覺來說 是怪獸片 那裡面當然是多怪獸 有些怪獸你很喜歡 對 有些怪獸我真的很喜歡 除了哥斯拉 哥斯拉本身已經是一種很受歡迎 或者是很劃時代的設計 我這樣講 還有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有一本書 《空想科學》 我們之前節目講的 李科紅 柳田李科紅 他好像講過 如果真的有這麼巨大的話 哥斯拉這個身形 這個體重身高比 即是撇除重量 或者是那個身形 是比Ultraman更合理 因為他是下重上窄 即是頭小 他的身形 是呈金字塔的 是呈金字塔形 撐得住 沒錯 而《鹹蛋超人》 Ultraman 就是我們人類看英俊的 倒三角形 倒三角形 又這麼重 你應該會倒下 是會散的 其實我覺得 你看看哥斯拉的腳 那個肌肉感 加上臨皮 我覺得 另類了一番美感 不是說真的 我都覺得哥斯拉的皮 是漂亮的 皮裡面 你看到有肌肉 這個混合是 人類世界生物 這麼發達的程度 不是很多生物有的 這樣看是漂亮的 我覺得 他在一個這麼肥重難分的身形之中 他居然可以告訴你 他是有肌肉的 其實這件事是多麼fantastic 有線條 打燈看到他的腳是有肌肉的 誰知道腳有肌肉 尾也有肌肉 我想他是史上出尾攻擊最多 時間差不多了 是怪獸的 我們留下一節再說 我先放一放尾 休息一休息 好吧 還在說就想要去看 你想想吧 你是否最感動的 IoT 是誰 沒有錯 你在這裡 你不是不可能 我沒有找人 你不是很多人 說 我沒有找人 說 我沒有找人 說 我沒有說 我沒有找人 我 你不可能 我沒有找人 我沒有找人 我沒有感動 好,五夜騎,回到第二節了 剛才阿毛就說他是史上發得最多美的怪獸 最多出神龍擺尾這招 最有力的 即是神歌擺尾 歌神 歌神擺尾 我們第二節回來就說另外一些東西 剛才就說怪獸 怪獸以來他都算是一哥 因為他在外國 他是紅到外國有外國的忠實粉絲 每一年幫他搞一個G制 沒錯,每年都有 一隻怪獸,即是60年 可以賣到過去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之外 還可以紅了這麼久 由一個忠實影迷 甚至乎是為他搞一次在一個知名的戲院裏 一個上影點 可以這樣說 他是怪獸界或者特攝界裏的Michael Jackson 這麼厲害? 我真的這麼厲害 你在美國,即是我在加拿大也好 其實有很多朋友 喜歡動漫的人 一定會喜歡歌詞 尤其是男生 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 歌詞有什麼大的魅力 到美國那邊 即是北美那邊的朋友又喜歡 日本那邊 即是亞洲的朋友又喜歡 究竟他魅力在哪裡 因為用回現代 即是我們嘗試用 我這次特意用 是比較年輕的角度看這件事 他不是英雄 他不是英雄 最初 最初 他沒有什麼華麗的招式 不是很華麗 那個背脊 然後噴火 有LED 沒有什麼變身 沒有什麼武器 即是如果用回現代角度看 你覺得他怎樣可以在那時候吸引到這麼多人 你覺得他的魅力或成功 他對於北美人來說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 他英雄得來 即是這隻最大的icon 並沒有像超人 Batman那些 有個斗篷 有錢 即不是這些 這個不是人 對於 對於 在北美看的 北美的動漫 或者科研片的人來說 很另類 從來沒有見過 對 你計算King Kong 其實沒有這些巨大生物 即是 即是他跟King Kong比 其實他也是另外一個 One of a kind 因為那時候 完全沒有試過 尤其是北美的人民 沒有見過 有一個人 穿著一套膠套 扮著怪獸 之後 拍一套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個片種又新 那隻怪獸的特性 因為其實King Kong 是有點像 跟人很近的 因為其實他也是 抱著一個美女 都是爭女 人是會爭女 如果要分類的話 King Kong不算是怪獸 King Kong只是一隻動物 其實他是一隻動物 巨型動物 不算是怪獸 但是 哥斯拉就真的 是一隻 合乎人類心目中的怪獸 老哥即使是 後來有個兒子也好 雖然有人會問 誰是兒子的媽媽 但你永遠不會知道 誰是他的女兒 都是叫哥斯拉 因為我家旁邊的哥斯拉 即是 那個情況是 根本跟人是完全兩樣東西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物 這一種衝擊 對於北美的觀眾來說 是很新鮮 我想這個衝擊 跟當年第一集 異形上映是有得快 因為都一樣是這麼震撼 和破天荒 因為那時候沒有相似的比較 那個就是第一個 你覺得 創詞 創仙河 而一直到現在 因為過了這麼久 很多套哥斯拉的照片 哥斯拉的轉型都轉了很多 以前真的是一隻怪獸破壞者 去到中間 有些趣 有些通俗劇形式的演出 去到一個類似保護者的形態 他都經歷了一個很長時間的轉變 你在裡面可以找到起承轉合 一些情感上的東西 他的角色也很有趣 他一開始五四年 就說那個是核輻射 易變出來的生物 人類就要想盡辦法 或者不小心吵醒了 對 人類就要想辦法搞定他 到了之後 他的角色就不是人類的敵人 而人類除了這個大隻仔之外 還有一些宇宙的大隻仔 有些大怪獸 人類就搞不定 如果說是被迫著 我覺得 你是不能跟哥斯拉說數 對 那時候咸超也照不住 又沒有高達 那怎麼辦呢 一號又不知道在哪裡 一號會變大 但又不知道在哪裡 真的被迫著 你要找到哥斯拉 借哥斯拉 搞念一些宇宙怪獸 即是怪獸打怪獸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這個戲路上 就是黑吃黑 狗咬狗 對 哥斯拉打哥斯拉 對 哥斯拉打怪獸 對 開始覺得 以現在來說 這種故事 講故事的模式 都算是比較少有 在現在來說是少的 黑吃黑 除了一些港產片之外 那些是 他也是人對人 只不過是 立場 對 同類是人 不會說怪獸都可以咬 怪獸 如果你說Marco來看 是有的 譬如去到五五 那些怪獸 即是那些幽冥小圖 都會打回幽冥小圖 夢面超人五五 夢面超人五 那一套都有 但不是這麼宏觀 整套主角就是兩隻怪獸 對打 即是你不會像一開始 原本設定他是 我好嗎?不要聽一點 奸角 反派 不要說是奸角 反派 他不是奸 反派 反了幾次之後 來了這派 正派 正派 然後打回其他反派 反派 我是當英雄計 這個轉折位 其實我覺得是有趣的 我覺得他這個行為 比較像是一個Dark Heroes 即是這些在美猛 比較出眾 或者比較多一點的 一個角色設定 即是他為何要做那個 類似很英雄的行為 其實背後的原因 是一點都不英雄 那我想到 用什麼角色來形容 所以他跟哥斯拉而鄉這個 我覺得比達的角色有點不同 比達那個經形是有成長的 你懂得看龍珠 當然要看比達 受 прис擊 一分 timeless 比較有趣 就是 visuals 但後來一直被他的形勢被迫著他要和地球的死靜種 還有他那群朋友要合作 逼著的 逼著逼著就不知為何會去生兒子 逼著逼著就給他自願 有沒有結婚不知道 到現在為止都不知道他有沒有簽字 宇宙來說不知道他簽字 總之是生了兒子 生了兒子之後一路一路越長越像老爸 最近電影版看到他 怕個神堆壞地球還要假裝小丑 但他的兒子完全不像老爸 我也質疑他老婆除了他之後 跟哥斯拉一樣 哥斯拉的兒子完全不像他 哥斯拉的兒子不像他老爸或老媽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哥斯拉究竟是公還是娜 咦 又是呀 所以沒有人知道哥斯拉是公還是娜 究竟是他姓哥還是他老公姓哥 這是一個永遠的疑問 今天就跪了一些新的 新的話題 這個是不是要拿回東寶那份指引 看看 他有一份設定指引 人們不見過 又或者你摸哥斯拉在下面那裏 其實你怎知道色役是在那裏 那倒是呀 那個像人樣 我不知道 那些東西我不管 但有樣像是什麼呢 不過也不是那一段時間 是越戰之後 也有很多美軍在那裏 又攪大了一些當地居民 即是越南女性的肚子 散了一堆東西 我覺得這些跟彼大是一樣的命運 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會提出一個這樣的疑問 或者這樣的說法呢 因為我們法國近來 尤其是經過了美版的主婦 即是那一隻都不過的主婦 1998年版 開始會有一個 大家都很害怕 很害怕會再回到98年那一隻 不行 那一隻真的 由 你不要說日本那方面的支持者 連美國那方面的支持者 因為哥斯拉在美國也有一大堆支持者 甚至乎有一些是名人 其實有很多名導演喜歡看 包括史提芬士北角 他也是看過哥斯拉才有朱羅紀 這些那麼出名的人物 他都很不喜歡98年版的那隻哥斯拉 所以日本官方就做了一個 很聰明 又很痛心的決定 算不算痛心 我也不覺得 或者斬籃的決定 我覺得東部一點都不痛心 斬籃的決定 斬籃的決定 止蝕 公布公布那一隻不是哥斯拉 只不過是一隻蟋蟻 他有名字的 請你去除那個專上無比的哥子 只剩下司拉 他叫做司拉 斯拉 他真的是一個司拉 他真的是一個司拉 還要在某一集 不知道有幾年 宇宙大... 不是不是 怪獸總動員 我叫做這個怪獸大亂鬥系列 他有兩套 近那套 比較近那套 話說這隻司拉 就吵到他認識離 在澳洲 然後被肥哥 一下子秒殺了 來告訴大家 這隻不是老的 而且一開始 開放後 講到地球保衛軍的開會 他說 好像美國在幾年 都出了一隻似的東西 他說那隻不是哥子拉 即是自己說自己 不是哥子拉 他借那些 很悶的地球保衛軍 在開會的時候 在途中自己的聊天 說那些東西出來 拍蛇 還要特意在色離這個背景 這個真的有原意 如果你掃查那套神獸卡 你就會知道色離出了一件事 都是生物 對 就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搞定 就是下面我要講的 你記住認識離這個記者 近期不是認識離 在福島有核災難 話說地震 地震有海嘯 海嘯堆到核電廠 差點爆炸 差點爆炸 爐漏了 又洩漏了 當地生靈土撻 易變遍地 搞到大家不敢吃壽司 不是 所以和牛和某些日本菜 是特價 對 你這麼敢吃 為什麼那期才有和牛特價 日本叫你去日本觀光 你懂的 有很多網上很有趣的新聞 你純粹當花邊也好 你很認真地逐個研究也好 隨你喜歡 就說出現了異變的生物和植物 隨你喜歡也不是實施 隨你喜歡 真的隨你喜歡 我沒有影響你 你這個沒有傳訊息 沒有 請你喜歡 OK 那麼奇怪的生物 就是有些什麼呢 很大隻的老鼠 不是認識的 認識的那些很小隻 你是不認識的 他說的老鼠是在伊朗 伊朗 因為伊朗發展核武 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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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也正式發展民用核能 就是說他們的核廢物處理得不好 所以影響到當地很多老鼠 就二邊 二邊都是一隻貓 這麼大 都吃得 不是一隻貓這麼大 可以吃到一隻貓 那牠要多大 你看看忍者龜 整個人 忍者龜都可以說 忍者龜都可以說 都是那些 那天老鼠一大到 普通的陷阱 捉牠的龍 都塞不進 當然 吃到一隻貓 逼著什麼呢 要找Sniper射 就是找一隊Sniper 是軍隊的精英Sniper 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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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的是魚貓 真的嗎 剪超 你想想把這個 再加上色 你明白什麼意思 剛才我們是伊朗 福島就是什麼 有很多生物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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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要分幾代 第一代 翼翼 比較小 其他地方比較怪 第二代 再小 再怪 對 到翼翼 比較小 飛不到 第三代 翼翼 原本的蝴蝶 應該有的 只有18% 所以蝴蝶 是再飛不起來 是飛不到的 之後 你先不講資料的真偽 你當花蝶這樣看 暫時未能對照 不知道是雙頭貓還是雙頭牛 那些 一向都會有 那些 正常狀態 沒有複雜影響 也有可能發生的 那些很誇張的蕃茄 爆得很噁心的 很多粒 原本的蕃茄 應該是一塊 一個圓 是爆了很多粒仔 龍拋茄 龍拋茄 很噁心 還有一些重厚的 就是 剛才兩位所說 有些人說 你沒有複社都有這些異變 沒有否認這件事 有些人就利用這些異變 在先人獎上 令他和美和美 那個就是 難為正邪定分界 那個只是有多重厚 只是你的審美觀 有多重厚 故意做到先人獎 容易變得很重厚 推出去賣 這一種包括有的 即是先人獎的藝術 其實先人獎是可以用摺脂方法 不斷地生開一塊塊 是 ‑‑ 接著不斷摺脂 就可以摺到很多狗出來 它們都一向這個是存在的一種藝術 即是你意思是お願い的 盤藝在一種 那止最近的形象 就變得比較特別 它們卻說衡審化的樣子 好像衡審 �1000 卻無論的版本 但其實這個是個人造 故意做出來 即是剛才你討論過這麼多花邊新聞 有些人有Urban Legend,就是有這些異變生物 其實在福島之前,在日本的核電廠附近 都有這些東西,變成Urban Legend 漫畫書、電影、YouTube都有看到這些影片 我想一想,其實五四年那部影片真的蠻創先豪 當時我們對輻射的知識可能比較少 而變成什麼程度,沒有現在那麼多資料看 無從推敲 我想那時候日本人來說,他們會有比較多對照 因為他們是當時全地球唯一一個國家 被原子彈炸過 說真的,他們是真的在核爆之後 是有人生存到,而跟著產生一些核子病 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產生變形 即是他們真的在經歷這些國家 那時候他們還在看 即是他們還有當時受過核福性影響的人 還在存在著五幾年 那些人還在那裡 所以當時他們可以說是在地球上 當時是最了解究竟核爆對人的影響 或者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其實哥斯拉卡在那時候來說 是陷了很多那時候最更新的資訊 最更新的新聞 有核變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對這種災難 的恐懼 絕對是 即是你想想到X-Man 如果我們剛才拆了一招 是1960多年才開始 1963年 X-Man也是說突變 不是輻射 他也是因為說是核子 其實也是輻射 但是X-Man已經是1963年的事 以及也離不開人 我想六幾年是因為美國已經開始不斷去做核電廠 核電廠 當時美國其實建了很多核電廠 他們也利用六幾年的時間 那個科技 到七幾年就建了剛剛我們有意外的福多核電廠 我說真的 因為福多電廠是70年代初起的 而當時用的就是美國的二手科技 美國六十年代的二手科技 建了七十年代的佛電廠 其實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其實 水能載舟易能覆舟的道理 那時候就說核電很新很乾淨 到現在其實也是這樣 就像你所說 其實歌詞是早期的一個算是環保電影 不是保育 是環保 他將這個恐懼 就是這個巨大化的恐懼 其實去到中期 都依然有很多不同的 因為開始地球人都發覺污染太嚴重 去到中期可能九十年代 頭到哥斯拉 其實都跟很多不同的公害怪獸打 所謂公害怪獸就是因為人類的愚蠢 而製造出來的一些負面怪獸 其實好像大部份的英雄都是異變出來的 就像《Batman》裏面的奸角都是 是 受了感染 有些廢料 老實說 有哪些英雄 不是奇奇怪怪的狀態之下走出來 如果他不奇怪 他是一個普通人 那他就是普通人 就不是英雄 所以Peter Parker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 所以他就是最弱 他不能進入《Adventure》那隊 是有原因的 有五個 這樣說 除了哥斯拉之外 我覺得 另外一個很搶很有character的角色 在哥斯拉系列電影裏 反而是人 是 人這樣生物 究竟在哥斯拉眼中 或者在地球眼中 是一樣什麼事 正如股票所說 在哥斯拉世界裡的人 輸打贏要 你看看 整件事 其實地球人在哥斯拉世界裡 只是為自己的城市 你過來破壞我的城市 我要保衛我的城市 就要對付你 這件事件結束了 又有另一隻在宇宙裡的怪獸 攻擊地球 搞不定 地球有事 我的城市也有事 所以叫哥斯拉 麻煩你加點他 或者拜託 拜託 意思是不知道什麼 我這個 我這個 拜託阿神 燒隻雞 燒隻雞 燒隻雞就是少啞拉 不行 其實這個人 明白 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看 是 嘩 你這個人都很 都很長頭草 不是 最慘的是 哥斯拉出來想跟怪獸打 人類的軍方是打回哥斯拉 是 這下才是 那是怎樣 而且你看 其實哥斯拉 剛才學了之後是一個反派 不是奸角 為什麼呢 其實到了中段後期 他說哥斯拉 其實要吃核能 來保持他的身體 他最後也有說 其實哥斯拉 原本 他的身體 其實有一個核溶爐 在這裡 本身哥斯拉 這隻東西 就是一個核溶爐 是核能驅動的生物 都很前衛 生物版的高達 他比高達大很多 是 很慘 高達應該也不 高達很小隻 高達放在哥斯拉旁邊 是很小的 不是 依然好像其他特色 是被人踩的核模型 沒錯 他是被人踩的核模型 你想想 一個核子驅動的怪獸 要令到他身體平衡 或者得足的能源 就是要吃回其他核能 所以他要走去人類發電廠 我覺得核能怪獸 這件事是逃不出核爆的危機 為什麼一隻怪獸 為什麼哥斯拉會這麼大隻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核能 核能需要的儲存 即是容量才能放到核能 但核能會不斷運動 你會不斷提高自己的溫度 你自己裡面的 核反應 那些細胞的呼吸作用 那些新陳代謝都要快 新陳代謝都要快 新陳代謝都要去遇生 要去遇生 但是到了最後 哥斯拉都逃不出生物的極限 他已經大到百多米了 生物一百二十米 七萬五千噸這麼重 他已經去到哥斯拉這種生物的生長極限了 那你沒有辦法之下 那你唯有爆了 而最後九五年的哥斯拉也是爆了 這件事挺慘的 但那個模式是挺漂亮的 那個樣子挺漂亮的 挺傷感的 給大家看一個淒美的鏡頭 有很多哥斯拉女粉絲 我夠膽說哥斯拉也有一些美女粉絲 不知道為什麼 有的 美女 他都說看了這一幕他都會哭 但他看了很多次 我想女性粉絲是多些同情心的 對於一個比較眼前 感情一點 我在YouTube看那個幕 整件事都挺傷感的 因為他剛剛死了一個兒子 大家記住他的兒子是剛剛死了 就是給那隻怪獸 我忘記那隻怪獸的名字 太多怪獸 是被他打死了 之後他又融了 其實是一件很慘的事 人間大悲劇 廣東話辣人家那一句 整家都沒有了 對 整家一齊被產泥 產泥齊中樹 對 唉 好 其實我想說 我覺得那一段 其實 東寶是不是想結束了 其實我在想 他會不會真的想結束呢 應該不會 我猜那時候來說 應該都沒有做到一個 山窮水準 要不斷地把系列 整不整個系列 不斷地 要加很多作品 我覺得 是 近期 劇本荒不夠 咦 你好嗎 不要完 沒有了 我覺得東寶其實 在手法上來說 他是高明的 因為他已經開始去到 看到票房下 真的想不到 那不如算了 我在高潮位 急流 一個 就這樣搞定 許冠傑模式 對 這些就是拍開電影 和電視公司的分別 對 都一樣是東寶那些 但奈何為何 現在市場也是劇本荒 急流勇退後 都要急流回歸 沒有辦法 又要再拍一次 這次不是他自己拍 不是都沒有自己拍 他的版權人 授權被人搞 有錢大家睡 截至我們現在錄音的時間 電影那方面 都還沒有說 有些很主要的Story Line出現 大家都是看Trailer 看到很大隻 其實看Trailer 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我也想提 就是新版的歌詞 很有趣 就是有某個很出名的 特色遊戲網站 就出了一個盤 開了一個盤 就是紀念哥斯拉60周年 開了一個盤 給大家選 去選 最喜歡的那一套 哥斯拉電影 其實那時候是電影 電影 當然是電影 就是電影 挺有趣的一個投票 因為之前 英國搞過2500隻怪獸 大家選 怪獸總權選 怪獸總權選 這次都有 東寶都有 但在東寶公司那裏搞 對 東寶公司那裏搞 他也有搞 我就說最近 拉打也有搞 有 因為超和平成那套電影 雖然到最後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中票 贏家就是東影和財團 沒有人是贏家 這兩黨就贏家 現在東寶都搞過投票 大家可以去投一投 大家也可以在我們的下方 我們節目下方的comments 大家也可以說一下你們喜歡哪一隻 哪一代的歌詞 今天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我聽完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看 陰公有Overrun 14年怎樣 正常的我們也不會核爆 就是了 不會爆氣 用量有交污 我們撐得到 小弟捆得住 看看14年這個作品有沒有驚喜 看完之後 希望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看看值不值得先說 好 看完看值不值得先說 沒錯 我們都要比較 抱望觀望一點的階段 大家看完之後 你可以建議 你想不想我們說 你想我們罵也可以 你想我們罵也可以 大家喜歡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